2018年8月24日3.30分11秒来源,环球时报原标题,特朗普,若我被弹劾,市场会崩溃,每个人都会变雄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温宴, 陈欣如果我被弹劾,市场就会崩溃,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穷,据法新社23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参加电视节目,福克斯与朋友们,谈到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,日前向纽约州联邦法院自首仪式时作出上述回应, 22日,因科恩对税务欺诈和竞选,捐款超标等8项指控认罪,以及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在税务诈骗,隐瞒海外账户等指控上被判有罪, 特朗普被认为面临执政以来的重大危机,很有可能遭弹劾,报道趁特朗普在节目中表示,自己就任美国总统后,在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上取得很多成就, 如果2016年选举是希拉里获胜,美国的经济会更加糟糕,他说,我不懂,你们怎么能谈和这么一位出色的总统,在谈及科恩所承认的罪行时, 特朗普坚称,那些都不是犯罪,并暗示科恩接受有关认罪协议,是因为他犯了更加严重的罪行, 自科恩认罪以来,特朗普就一直想与他撇清关系,他22日在推特上猛烈抨击科恩称,想要找靠谱律师的人,千万不要找科恩, 指责这位曾经的知心好友,为与联邦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编造谎言,在科恩所承认的罪行中,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他曾在2.016年大选前向两位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艳星支付封口被遗事, 但特朗普22日受访时对此反驳称,他是时候才知道有关事宜的,并强调科恩使用的并非竞选资金,不违反竞选法。 在周三举行的记者会上,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与特朗普的口径一致,他说,总统没有做错任何事,也没有任何针对他的起诉。 科恩的律师戴维斯曾表示,他的当事人可以向通俄门,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供有用的信息,在被问及特朗普是否对此感到担心时, 桑德斯回答,我认为总统根本不担心,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,没有勾结,与对科恩存有远气不同。 特朗普对马纳福特的判决则感到不平,他还称赞后者面对巨大压力却拒绝屈服,是勇敢的人,自己为他感到难过。 23日凌晨,特朗普怒气冲冲地发表推特衬,没有勾结,非法操纵的政治迫害,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马纳福特喊冤, 由舆论认为,特朗普正在考虑赦免马纳福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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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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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